再一個 我這期拍場 我希望每個來參加的人 都是真的喜歡藝術 喜歡這個項目而來 不是為了我來拍場去哪一節錢 很多人是這樣 如果這樣就不要來了 我現在就是這樣 過去 如果你根本沒有經驗的人 你不要來 如果你要來要付錢 這個很簡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拍那麼幾張戲裡面 花太多精力來倒戲 沒有人看到的 平常我都要去教他怎麼表演 花太多精力在拍戲的時候 他們這些攝影師都不知道的 誰都不知道 這些不懂演員 怎麼會在電影演繪表演出來 這是我花了太多的心血了 如果包括一個演員 走路我都要跟他說 你走路要這樣走 台會走都要跟他說的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說 我還提示在拍的過程當中 不會提示你要轉給你看 他就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說 我在美國 我現在幾個美國是這樣的 你沒有演過戲 你要演戲 要交錢的 因為人家要交你 你要先去培戲 對呀 我以前對呀 我以前都沒有 都來又付錢給你演戲 又要交你戲 你都沒付過 我還交你 還付錢給他 那個態度那麼壞 所以我最次以後不要 你不要 沒有演戲的就不要 那要演戲 你交廢話 我雖然很多人不相信 我這個都說 不然那你好了 我幾場戲的演員 每個人演過戲 都是我交出來 有沒有說吧 雖然有的不是說特好 什麼樣 但是他基礎不好 你也沒辦法 你教他這樣 他做不來嘛 比方說第二片子 那個女孩子 教他在早前起來 看到那個男的 他在那個表情 他就做不出來 你怎麼教他多久 他沒辦法體會 他做不出來 當然我不是說 我很好的一個什麼 不是說我很厲害 或很好的什麼 但不是這個意思 我怎麼說 我要不要建議去教你 去教你怎麼表演吧 雖然我不是科班 在一二三四什麼 做這個做的 可是我可以教你科班 我也反對那些 我到科班的人 不一定有好事 我舉個例子 我拍戲 所以我很多拍戲時 重複12年 我經歷太多了 然後講了一個戲 大家拖太久了 講了一場戲 講在辦公室 做那個 就是那場戲 在辦公室當老闆那個 那場戲 一個是戲劇學員畢業的 一直需要畢業 怎麼也也不好 怎麼也也很不好 我去那邊給他示範 比方假設 我試想說 我怎麼走到辦公室的椅子上去 我說你不要一下子很著急就做 因為你是頭頭 你不一定像工作人員 馬上做 對嗎 因為你是老闆 你坐下家休閒一點 因為比方說你把性子稍微解掉 頂帶稍微鬆鬆 自然一點就OK了 其實你是大老闆 你走出來 人家電話人家 或者走出來 在回顧的時候 這姑姑走過來 然後怎麼回顧 坐不出來 然後把我說著像背經典一樣 第一步走過去 第二步坐下來 我說你這個藝術學要學生在學什麼 但是人家沒有演戲過 這男孩做得不錯 所以我就建議說 不一定就說 你怎麼 比方我前天講的趙麗穎 他不是科班出身演員 可是他演得比科班出身的 好 這個東西是物性和本人的才 因為你學習不學習 所以我說今後 我是要講這個 今後你不要演戲不要來 要來要付錢 那些願意付錢來學 你們付錢來吧 不願意的就不要來 對不對 我認為我已經夠 這麼多年已經夠付出很多了 當然這也許會來 演戲不來 棄之門外 但是這是我的想法 不管怎麼說 我是希望將來一起合作的人 每個人都會同心協力 一起來做他 對不對 如果純粹 我就是說有種藝術的 那種熱愛的人 我就很想說 這部片子是不是能夠 做好一點去參加 我從來沒演講過 我從來不願意去比賽什麼 什麼小時候比賽什麼 就從來不參加的 我不參加 當然你是說 因為我沒有信心 OK就怎麼說吧 但是我不比賽 但是我不知道 只是希望我們能做好一點 能想看看怎麼進去 我對這個電影的期待 所以這部電影的話就是 你會把自己的所有的熱愛親注在裡邊 你也希望每個演員也把自己的熱愛能親注進來 而不只是這是我的一份工作 我完成它 為了拿一個收入而已 確實是 我覺得你作為一部藝術作品 就是你是否是用心來做來表演 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我覺得如果要是就是一個人他如果想要在演藝事業上有一定的發展的話 他一定需要帶著心來的 所以希望希望我們就是在澳洲很多華人能夠有這樣的一份熱愛 然後能夠積極地聯繫您來參加這一次 對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 首先拍電影就是 在澳洲拍電影的導演本來就不多華人導演對不對 整個澳洲的這個影視業就是不是那麼發達 本來就是不是 我跟妳講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非常的遺憾 我們在澳大利亞 不要說澳大利亞在摸本 其實也不少的 原來就是學這個影視的 也有不少年輕人是學這個的 可是我無論如何來召喚大家一起努力都是沒辦法的 真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成立影視聯合會 我都很希望我不是我自己一個人 我就希望大家能夠合作起來去做一個在華人街 而不一定是我帶出方能夠住的電影的不是 我希望說我們華人地區 有那個可以大家同心協力 搞一個在澳大利亞這個地方華人的地影能夠 我就是這個願望 可是很難 有可能會知道很難 他不破壞你就好好了 我是經歷過不想說了 我在想就是首先對於很多人來說移民到一個新的國家 能夠在這生存很好就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很大的挑戰 第二個就是能堅守自己熱愛的人可能真的不多 就是我覺得能像你們這樣子到這個年齡 還繼續堅守自己的夢想的人真的不多 我其實也認識有一些導演之類的 就是他們來到這裡以後可能想都不會去想這個方向了 就好像徹底的就把它放下了 反正反正就是我有願望 對不對 我有這個理想 我也有這個願望 但是我有看到困難 而且這個困難不是小困難 是很大的困難 因為大困難就在於沒有心 而且我認為他們可能對我一種另外的一個理解 所以我也沒辦法 因為人家這麼看我 我也沒辦法 除非是真正的人能夠信賴我 相信我 對不對 願意支持我才有辦法 我這很難的 很難 我跟你講 比方說我現在 當然我覺得 我們要把這個去拍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因為在我身邊有一些人 就我原來拍電影的有幾個人 如果跟他們還是OK 但是我需要更大的 我需要這個拍攝是高質量的 那不是哇哇如果我真的是非或是OK 對不對 然後我隨便 但是你需要一個很好的高質量 就要大家的支持 這個能力 經力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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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 財力 都需要 當然你不一定說 如果錢多就會派得好一點 比如說我錢投資多 我演員可以調更好的 是嗎 我的攝影師就會比較好的 什麼都會比較就錢 那你如果沒錢我只好隨便 你沒有很好 但是也不一定說 所以要像我上誌 我要請一個60萬的中國演員來上誌 後來也不行 他如果也不行 60萬還要加上飛機 還要遲捨一大堆 我就想說太好的 但是也會適到問題 所以確實我渴望能夠完成 這不是一般的希望 我渴望他完成 但是我相信困難 但是我努力去做的 我覺得 希望你的這一份 就是用心那份激情 能夠激發更多的人 把自己原本的夢想能夠拾起來 其實 可能您的行動 您的做到 也有可能能夠喚醒某一些人 就是 開始重新來追求自己的夢想 然後投入到這個 好 希望吧 對對對 客觀和希望 當然 我永遠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我有希望 但是我應該看到 我被人接著去看 有沒有可能性和不可能 這個可能和不可能 然後盡量把它變成可能 這是我現在該做的 這個我也寫了策劃書 這個我也寫了策劃書 就是關於這部電影 以前 07年我們寫過策劃書 然後我找手 不是我現在 有點想說 年底八能夠有開拍的可能性 就是在這半年裡面 可能去弄一些贊助也好 投資可能有點難 我可以這樣講 贊助我們不要人家贊助多少多少 大家有願意著 就多多少多少多少 技巧總比沒有好 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是這樣 對 就是希望大家支持我 對 我也是覺得特別想呼籲 更多的朋友 能夠來支持這樣子的 就是代表 到這個年齡 就是還會想著來拼搏 實現自己的夢想 我想每個有夢想的人 都應該要支持有夢想的人